有一个词语叫 古松三态 什么意思 就是一棵松树 每个人看到的样子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木匠看到的是一个横梁 画家看到的是一个风景 农民看到的是 可以给我遮阴 就和异性交往这件事情 在我们传统的思想判断当中 和男生去看电影 我觉得就是约会 尤其是单独的情况下 因为什么 场景昏暗 空间过于密闭 当然如果外放型的女生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前提条件是 你现在有个男朋友 问前男友借手机 出格 当然也取决于你 对于对方的异性交往 过程当中 接受的程度和底线在哪里 所以我说你们两个是 完全不同的人啊 你完全不认同他这方面 他又觉得你做事 拖拖拉拉没有规则 然后这个没有计划 你又不喜欢他 他也不认同你 你们两个干嘛在一起呢 就像我们说两个人的感情 能够继续交往 走进婚姻的情况下 是两条线 最终重合了 只谈恋爱的时候呢 是交叉了 见不到的朋友 是平醒显怨 不可能在一起 你们两个是一面线 就根本都不在一个平面上 所以我并不去判断谁对 谁错 但是当大家的成长经历 人生经历 甚至是学习经历 完全不同的时候 那就彼此祝福 各自安好就好了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左远老师 来 陆琦老师 现在很多女生 不爱谈恋爱 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姑娘 发现我谈了恋爱 我以为爱情是我人生 必须所以我谈了恋爱 但发现爱情并没有 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反而让我更累 那我为什么要谈恋爱 我为什么不和闺蜜 不和异性的普通朋友 一块出去玩 为什么我非要有一个人 还管着我 他还不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还拖累我 他还打扰我 他还拘束我 是这样吧 就有没有发现 这位姑娘特别像男人 这位特别像女孩 然后她追求的是结果 你追求的是感受 以前很多是女孩追求感受 男生追求结果 现在越来越多是反过来 是不是 你看他说的是 这个事情你要给我做好 或者这个事情要有一个结果 你应该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结果论 你呢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你有没有尊重过我 我不认为这是错 或许这是各自的大家的选择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个人 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 他对于伴侣 他是有一种期望值的 他的期望值不是你这样 这就是反差之所在 就是你要的不是他这一种 但你找了他这一种 当然你找他这一种 是因为可能是方便 因为就住一个屋檐下 而你呢 你要找的也不是他这一种 但是你们已经建立了亲密关系 然后再谈感情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先合租了 然后一看 反正就是他了 我也需要一个男朋友 反正就是他了 我给你们的建议是 你们不要合租 你合租这个关系 导致了你们两个 本来不应该在一起的人 在一起了 我们不一定说选了你 所以你必须要变成我这样的人 我觉得不是 不能让对方变成你要那个人 那就去找你要的那个人 就那么简单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相信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 爱情是排他的 是唯一的 我爱他 我看电影就想跟他看 你还是没有找到爱的感觉 你只是把男生分成不同的类型 和不同的用处 我需要一个人陪我看电影 是他也可以 是他也可以 因为他们其实在我心里 是几乎平等的 没有特别明确的男朋友 和男性朋友的必然的差别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不够喜欢啊 不够爱啊 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人 他明确告诉你说 我觉得你不尊重我 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那么爱中的男女 会尊重他的 你会选择放弃那些 不必要的紧密的关系 所以也不用遮遮掩掩的 就是不够喜欢他了 所以我无论是爱情 交友 工作 生活 都应该把自己身上 一些适度该调整的地方 改进了 才能遇到那个真的 适合自己的 能够互相敞开心扉相爱的人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女生是做高级客户经理的 就俗称的大客户经理 什么 男生是做项目专员的 对吧 做一个好的大客户经理 最需要具备的素质就是社交 社交能力要强 我们会发现很多女生在做大客户经理的初期的时候 她往往分不清楚 外社交和内部的亲密关系 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有些人是你的潜在客户 有些是你的利益客户 还有一些是你需要去长期维护关系的客户 频繁的社交之下 你往往会导致到自己内外无别 所以在我看来 你跟这个男生 以及跟那个看电影的男生 前男友都只是社交而已 你们长期要去琢磨客户的心理 因为你们要跟他们维护长期的关系 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分不清楚工作和私生活 但是在这个男生看来 你那种外向的活泼的性格 恰恰是吸引他的 都说你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貌似过不到一起 但是在初期的时候 一定是相互吸引的 我想跑到你的世界看一看 你想跑到我的世界来看一看 看完了之后发现不是一类人 就各分各散 你的那些所谓外向的性格 了解你的人会无所谓 但不了解你的人 会给别人带来错觉 如果你跟有些客户之间的社交太过于亲密 那些男生也会带来错觉 认为你对他有好感 而最初他就是因为你的这种外向 这种错觉才把你招进了他家 你想想看 一个矜持的女生 怎么会那么因为离公司近 而就轻易地住到了一个男生的租的房子里面去呢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但是他 你一招他就去了 所以你以为我把你请进来作为一个租客 租一个房子 你以为他愿意进来了 就是对于你有好感 这个女生对于你 有想要接触的欲望 其实根本不是 他对任何一个男生都这样 小伙子你自作多情 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 他不光对你是这样开放式的 他对于别的男生一样是开放式的 这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性格 以及工作性质所带来的一些行为上的差别 或者是影响 但其实我要告诉女生的是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客户是客户 男朋友是男朋友 你必须得分清楚 也许这个男生还不足以让你感觉到 我要把这个男人和那一对男人 要区别对待 他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魅力 可能有一天有一个男人会 突然之间让你变得矜持起来 你觉得我不能这样 那是男客户 这是男朋友 他必须要有分别 也许他还不是那个人 但是你从现在开始 你一定要区别对待 否则的话 对于你的工作也会带来极大的困扰 至于男生你多想了 其实从头至尾 在我看来 你在他的心目当中 都不是男朋友 只是比较亲密的客户而已 如果他心里真的把你当成男朋友 他就一定会在乎你的感受 会跟别的男人保持距离 但是他没有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或者是比客户更进一步的 一个异性仅此而已 我赞成陆琪说的 你们俩要搬出来住 这种所谓一个屋檐下的东西 会给你们造成假象 所以距离离得远了以后 你才可能真的发现 我们其实从来是只有好感 没有真正相爱过 就这个 好 谢谢陀老师 男生 你要找一个完全尊重你 按你这个方式来的 下了班就给你把衣服 两个人的衣服洗好了 饭做好了 然后你说我们去看电影吧 他说那我等你 你把澡洗了 四十分钟以后 我们俩再出门 你找这么一个女生 不是很开心吗 为什么一定是这个呢 女生也是一样的 你就找一个 反正家里面的衣服 都扔得很乱很乱 最后两个人说 哎呀 没衣服穿了 行 咱哥俩一起去买衣服去 你帮他挑 他帮你挑 不是很快乐吗 为什么非跟这么一个人 在一起呢 所以你们自己拿主意 好吧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刚开始都是 互相对对方 有好感喜欢的 但是慢慢交往下来 可能真的价值观 或者其他的矛盾 都挺多的 但是我觉得有人在一起 我也抱着解决的心态的 现在就看您是怎么样态度 我觉得有事还是多沟通吧 我觉得很多问题 就产生的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问题 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方案 每个问题这样累积 其实我觉得都是同一个问题 然后如果不解决的话 我觉得挺累的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好了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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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门